瓜地马拉的火峰火山进入爆发期 周六夜间是多次的强烈喷发 这也导致当地最大的机场是因此关闭 火峰火山距离瓜地马拉的首都只有35公里 周六火山活动增加多次喷发出岩浆和火山灰 火山灰是直冲天际约2000公尺高 当局表示火山进入爆发期 而瓜地马拉市附近的拉奥罗拉国际机场就暂时关闭了 另外还有一条主要公路也是关闭的 当局表示说目前正在密切的监控这一次的喷发 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疏散任何民众